新春開筆花檔是我們國家的傳統 南大館文化教特別在新春的一開始 基盤立功年齡、虎孝年峰新春文會的花檔 平常要請20萬位南大館日本家的大叔 跟國小的學生做會來參加 老中親三代做會開筆 上面是非常溫馨、有團身的意義 也希望透過這個花檔 為總管的民眾 典現文化英春的祝福 在新春的一開始 南大館文化教基盤新春開筆的花檔 並要請餐來二十萬位修法大叔現場規筆 為總管的民眾記號 也典現文化英春的祝福 文化祭特別規劃了一場 新春規好的一些活動 特別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憲政文化祭每一年開辦這些活動 最主要是讓我們藝文界的人士 大家能在開筆的同時 施展一年的一個希望 以及對國家的祝福 希望在新的一年 藝文的發展能更為蓬勃匯煌 今天的新春文會 可以算是今年農曆年以來 第一場最盛大的活動 希望說能夠讓大家 有機會可以在這裡齊聚一堂 我們今天就採取一個小兒美 小兒經的文會的方式 同時我們也邀請了二十幾位 我們縣內在水墨或者是書法方面 這個老中青三代的書法家 跟畫家們 大家也在廣場上面 共同來做揮好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一個 擴大的舉辦 是隆重但是是簡單 能夠讓大家在這個未來新的一年 有一個新的氣象 這次的活動 除了邀請館來的大叔以外 還有國小的學生做回來 下手法 老大人跟小朋友同樣 規篇有團成的意義 也讓小朋友 可以跟大小吉的中部的學習 這一年多來 由於疫情的影響 讓所有的活動都停滯了 但是南多縣文化局 在這個時候 今年的新春文會 擴大主辦 雖然大家都戴口罩 但是大家已經顯露出來 對文化的這個喜歡跟希望 而且讓所有藝文界人士 在今天這個聚會裡面 帶來了新的氣象 祝福大家健康愉快 我覺得大士們都 拿筆都很穩 然後都很有經驗 就很厲害 我自己也很驚訝 就是能寫那麼好 我覺得平常都有在練 我覺得很值得 在新春之時 基本這麼有藝衣的活動 一定可以讓大家 在好年都平安順利 去這裡為定蔡報道 然後 然後